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电影套路和自以为是的低级笑点 只是把人世间最纯粹的感情掰开了揉碎了捧到你面前 就已经很动人了 前半段剧情把人笑猛了 后半段又让人哭猛了 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感受这部电影的细节 就被影厅收饮料瓶的工作人员请走了 所以我来给大伙剧透 不是盘细节来了 我可打招呼了他 接下来都是剧透取景的影片中 李幻英工作的胜利化工厂 实际拍摄地点是湖北襄阳的圣卫东化工厂 没错 贾林不是东北人 是湖北人看过片的人 应该一眼能认出 下面这些场景 对应哪些片段 CRH离视频 记得贾小林和冷特 挤在一起躲雨的那个墙缝吗 有人去get了同款姿势 CRH搞了思搞 和当年少年的你 拍火了 重庆一样 湖北襄阳 也成了这个假期的热门打卡地之一 电影带动旅游业 再填新证据 冯拱的客串冯拱 在片中客串了 只有一句台词的工友 为什么 找冯拱客串呢 因为他是贾林 在喜剧表演上的第一位老师 当年贾林考进中戏 上的就是冯拱 和中戏合作开设的 第一届相声大专班 两人之间 还有这么个小故事某年春晚 导演组在年29那天 通知贾林节目被毙 冯拱老师知道后 四处去找大闸蟹 然后亲自给贾林送来 还把贾林 一直想要的麻将桌搬来了 一直安慰她 结果年三十中午 贾林接到电话 说节目又能上了 冯拱老师大年初一 就把麻将桌搬回去了 哈哈哈哈 视频 CR at 芒果妈妈 贾小倩的故事 贾林穿越到八十年后 一直穿着一件 白色卫衣 卫衣上那只红色狗狗 其实是贾林自己养的 法斗贾小倩 贾小倩是她养的两只法斗之一 之前因为一次宠物 托运不幸离世 为了纪念狗狗 贾林就把她 穿在了身上 不止这次 十九年春晚上的 那只也是 李幻英割水道花絮里 有一场 李幻英割水道的戏份 贾林看着监控器 就已经忍不住落泪 了解了 贾妈妈离世的原因 我才明白她安排这场戏的原因 有些看 是真的永远过不去 一件绿色皮衣 在电影结尾 伊兰爱情故事的MV里 李幻英穿了一件 绿色皮衣 这个细节也来自贾林和妈妈的故事 有一年 她在北京打工 给妈妈买了 她一直想要的绿色皮大衣 结果买小了 等她换完新的 妈妈已经没机会穿了 HY1012HY1012是影片最后贾小林带妈妈都封的那辆汽车的车牌号 幻英1012贾林妈妈的忌日 之所以是敞篷车 是为了呼应 开头妈妈说的 小轿车太闷了 要改成敞篷的 敞篷车玻璃上出现的风景 是北京的央视大楼 那是贾林 事业起飞的地方 涉及版权 无法配图 但看过片的人 一定懂 其实无论绿色皮衣 双开门冰箱 还是自己作为喜剧演员 在台上的演出 这些都是贾林 眼中妈妈错过的遗憾 她都想办法 在电影中 弥补了 Hi mom Hi mom 是你 And 她走了 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I don't know